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温哥华天空新闻 今天是1月17日星期三 我是依萨 大温降雪破记录 今日交通险情疲伐 学校关闭 一夜之间大温低路平原降雪破记录 周三早上的交通状况非常艰难 一辆半挂车撞到维德路西行出口路障后 1号高速公路在该地区行驶缓慢 刚刚Alex Fraser大桥上的几辆旋转车辆 给沿91号高速公路向北行驶的人们 带来了更多挑战 这些车辆在桥的中间位置 堵塞了桥上的右侧和中间车道 91号高速公路北行至少从第72大道开始堵车 司机可选梅西隧道作为替代路线 该地区的道路状况十分危险 撞车车辆打滑和抛锚的情况随处可见 公交乘客也很难到达他们需要去的地方 几辆公交车已经绕道行驶 Translink提醒客户 由于天气原因 公交服务将受到延误和取消的影响 一些居民对一夜之间降雪量表示惊讶 甚至在靠近水域的地区也是如此 南温哥华的一位居民分享了一张他家中积雪厚达14.5厘米的照片 高桂林市的另一位气象观察员也监测到了14厘米的积雪 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仍对大温地区发出降雪警告 一路平原预计积雪量将达到10至20厘米 预计潮湿天气将持续到下周初 但随着气候变暖天气可能会转为降雨 由于降雪和道路不安全 大温地区和弗雷泽河谷的大多数学区已决定周三关闭 早上6点左右温哥华和苏里宣布所有学校停课 本拿比、列治文、兰里、达美、高桂林、阿波斯福德、尼森、丰树林和齐里瓦克也张贴了关闭的通知 周二晚间UBC大学取消了1月17日在温哥华校区的现场学习活动 BCIT还关闭了低路平原的所有校区 两家机构的课程都将转移到网上 周三早些时候西蒙弗雷泽大学、昆特兰理工大学、卡皮拉诺大学、西三一大学、温哥华社区学院、兰加拉学院和道格拉斯学院 均宣布关闭面对面学习仅提供在线课程 低路平原地区的私立学校和法语学校周三也关闭 列治文昨晚臭气熏天 Delta市长狠批迟暴泄露事件 1月16日Delta市长乔治·哈维对其社区煤气泄漏的报道进行了审查 哈维表示FortisBC用了4个小时才将该事件发表公开声明 周二早些时候Delta地区弥漫着非常严重的煤气气味 三角洲居民和企业对此一无所知 这是不可接受的 Delta警方和消防队接到了有关空气中弥漫煤气味的电话轰炸 消防队员接听了每一个电话以确保现场没有煤气泄漏 FortisBC未能通报煤气气味泄漏事件 对我们的应急服务产生了严重影响 我们的资源应该专门用于真正的紧急情况 这是FortisBC的严重疏忽 他们有责任向公众通报任何燃气泄漏的情况 市长哈维已要求Delta审查该事件 周二晚间FortisBC表示 其位于Lander的Delta可再生天然气工厂 发泄了天然气泄漏源 该公司表示泄漏已得到控制 修复工作正在开始 这种强烈的气味是由于该公司在通常无味的气体中 添加了一种添加剂 以便可以快速检测泄漏点 尽管非常刺鼻 但检测泄漏的添加剂并无危险 声明还表示预计气味很快就会消散 建议附近的轮渡码头步行乘客在通行期间待在室内 而车辆乘客则应摇起车桩以避免异味 昨晚的中文社交媒体上就有很多华人网友反映 在列治文地区闻到奇怪的臭味 有人怀疑是燃气泄漏 有人怀疑是不是哪里着火 有人担心气体是否危害健康 根据网友反映 他们的居住范围从列治文一号路到五号路 南部居民较多 这是臭气影响的大致范围 1月17日早 这种奇怪的臭味变小了 大文华裔房东驱租客惹火上身 RTB和法院各占一方 列治文一名华裔房东故意拒绝收取房租 然后以拖欠租金为由 拟将房客驱逐 最近败诉 双方闹上法庭后 该房客截至现在已连续五个月没有支付租金 法庭文件显示 安布鲁以每月650元的价格 在列治文布伦德尔路的一所房子里 租了一个房间 租了近四年 该房屋为华裔A某所有 共有八间房间可供出租 该房子是由A某的兄弟B某管理 他本人也住在这里 A某则住在海外 2023年9月 安布鲁收到了房东发出一份为期10天的终止租约的通知 称他尚未支付8月份的租金 但安布鲁出示网上银行记录 显示他在7月份通过电子转账的方式支付了租金 但钱又退回到了他的账户 房东的兄弟B某没有存入这笔租金 但租客安布鲁也没有对通知提出异议 双方闹上住宅租赁部RTB后 裁决员做出了对房东有利的裁决 随后租客向BC省最高法院提交了司法审查申请 最近撤销了RTB的以上两项裁决改战租客这一边 在1月12日发布的一项决定中 BC省最高法院法官凯文卢发现房东拒绝收下安布鲁的租金 以此来摆脱他认为是流氓租客 当时B某称他要不惜一切代价驱逐安布鲁 甚至考虑停掉免费的水电以达到目的 B某称他们之所以拒收安布鲁8月份的租金是为了避免他找借口 安布鲁告诉法庭他不认为自己必须提出异议 因为他称自己已经付了房租 但承认他应该提交一份争议通知 法官称安布鲁应该知道房东没有存入他的租金 所以收到了房东驱逐的文件 但是法官认为房东提交误导性的10天不交租金通知的行为 超过安布鲁没有提出异议的缺陷 法官表示房东故意就未付租金做出误导性的陈述 所以RTB要对最初的决定进行审查 高院法官认为考虑到安布鲁的付款尝试 以及房东拒绝租金以驱逐安布鲁的故意决定 RTB的最初决定显然不合理 在听证会上 法院还获信安布鲁没有支付8月份的租金 并且此后一直住在该房子里没有支付任何租金 2023年11月 安布鲁获得了延期诉讼的期限 条件是他必须在两天内偿还拖欠的2600元租金 但他从未支付 高院法官在决定中表示 租客没有遵守2023年11月24日 授予的有条件延期的条款 并且他在司法审查的事件期间仍然居住在该房产中 法官最终决定搁置RTB最早两项决定 而不是将其发挥重新考虑 高院法官要求各方和RTB应该集中精力 确定安布鲁是否应该支付已经欠下的5个月房租欠款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带您分钟了解最真实最新鲜的北美资讯 欢迎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见